大家好,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今天是2023年12月5日,星期二 当一个大贼遇上了贼老爸怎样办? 当然,替人投者仁义替其头,一个做贼的偷了别人的东西 但是突然发现自己的东西被偷了,他就会发现自己的利益受损 我要寻求法律解决,我要告他,事件就叫做黑吃黑 抄上抄,据南方都市报报道 去年1月有网民爆料,说在泰国发现了瑞幸咖啡的门市 这些门市不管是装修、商标设计、咖啡杯、手提袋 都完全复制了瑞幸咖啡的设计 只是把商标上的那只小鹿左右反了过来而已 在小红书等大陆的社交平台不断有网民发布瑞幸咖啡在泰国的照片 除了加上了泰文翻译以及商标左右反了之外 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没多久之后,瑞幸咖啡就辟谣了 说我们没有在泰国开分店 而且还要告对方侵权 结果中国瑞幸就状告了泰国瑞幸 近日有很多泰国媒体也报道了这宗官司 这宗官司侵权商标的判决出来了 结果是中国瑞幸最终败诉收场 所以正是替人投者仁义替其投 你能偷别人的东西 别人当然也可以偷你的 而且还要原告败诉 正如当年香港巨2000在大陆状告大陆 巨2000哪知道输了官司 还要赔钱给大陆 还有就是被人乔丹被大陆抄袭了 叫做乔丹体育用品店 所以大陆最在行的就是 盗版 飘窃侵权没有一天不去做这件事 结果这次反过来被人侵权了 而且还要输了官司 所以网民觉得很解气 听了之后非常开心 在小红书等大陆的社交平台 不断有网民发布瑞幸咖啡在泰国的照片 除了加上了泰文翻译 以及商标左右反了之外 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没多久之后瑞幸咖啡就辟谣了 说我们没有在泰国开分店 而且还要告对方侵权 结果中国瑞幸就状告了泰国瑞幸 近日有很多泰国媒体也报道了这宗官司 这宗官司侵权商标的判决出来了 结果是中国瑞幸最终败诉收场 所以正是替人投者仁义替其投 你能偷别人的东西 别人当然也可以偷你的 而且还要原告败诉 正如当年香港巨2000在大陆状告大陆 巨2000哪知道输了官司 还要赔钱给大陆 还有就是被人乔丹被大陆抄袭了 叫做乔丹体育用品店 所以大陆最在行的就是 盗版 剽窃 侵权 没有一天不去做这件事 结果这次反过来被人侵权了 而且还要输了官司 所以网民觉得很解气 听了之后非常开心 其实在去年8月 瑞幸咖啡也曾经发布过声明 说我们瑞幸没有在泰国开分店 泰国的瑞幸门市是模仿的 是骗人的 是假的 还说这家咖啡店已经对我们瑞幸品牌造成严重的伤害 我们会采取法律手段处理 据了解 这家采用 尾茂瑞幸商标的咖啡店 它的母公司是泰国皇家502集团 从事的业务包括零售 新能源 旅游业 房地产 餐饮等等 是一家泰国的本土企业 有泰国皇室和军方政府的背景 它的下属子公司泰国瑞幸咖啡拥有的瑞幸品牌商标 在泰国商业厅合法注册 现在在泰国已经开了十多家分店 根据泰国多家媒体的报道 泰国智慧财产及国际贸易中央法庭公告 判决了这宗官司 这宗官司是审理中国瑞幸咖啡 控告泰国皇家502集团侵犯商标版权 案件得到最后审判 判决是中国瑞幸咖啡公司败诉 立刻执行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真的是十分开心 有知情人士透露 说很多人都知道 泰国的这家瑞幸咖啡是模仿的 但是因为他抢先注册 在泰国申请商标 这符合泰国的法力 所以他可以开店 而这次中国瑞幸败诉原因就是 没有注册 是人家先注册了 跟他之前注册局2000的手法一样 很多人会说 你也有今天了 你一天到晚抄人家 现在反过来被人抄了 你去告人家 打官司还输掉 活该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表示 瑞幸所状告的这家公司 有皇家以及军方背景 而且 案件之中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 但是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来讲 这件事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布局提供了一些经验和教训 甚至是敲响了丧钟 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开启国际化战略 有可能类似的案件和纠约会越来越多 所以国内的企业要把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块做得更强更精更透 实际上就你去偷别人的东西就行 本身瑞幸早就已经被人揭露是山寨货了 结果山寨货就遇上了贼老爸 遭到了偷上偷 抄上抄 根据瑞幸的季报 截止至第三季 门市已经达到13273家 预计到年底 门市的规模会达到15000家 而身为中国的第一家店铺 过万家的连锁咖啡品牌 瑞幸在近年不断在海外市场扩张 瑞幸的做法也是打价格战 根本就是抄袭了星巴克的模式 但是它是比价格 他们卖的咖啡 据说是卖一杯亏一杯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是要去抢市场战有率 抢到之后就在从中做文章 他的资金跟美团一样 是在市场融资 还是羊毛出在狗身上 猪买单的这个概念 不断集资 不断找人投资 然后以本商人 用亏本的价钱卖咖啡 然后疯狂开分店 使得他的市占率 看起来好像很强 全中国到处都是他的店铺 2019年 瑞幸咖啡跟科威特的一家公司结盟 计划进军中东和印度市场 但是因为在2020年4月 被爆出财务造假 其后在美国内斯达克退市 当然当时是有追击机构追击他 我们也有讲过这件事 大家应该还记得 到了去年4月 瑞幸打算再次搞国际化 因为国际化可以导金 你不只是中国的咖啡 而是国际性的 他们说将会审慎开拓海外市场 将印尼 新加坡 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列为潜在市场 结果他们在新加坡开设了两家门市 预计在第三季会开多11家 目前新加坡的门市已经有18家了 所以看起来 现在瑞幸搞得还可以 为什么 因为他最近推出了一款江香拿铁 实际上就是拿茅台混了拿铁 变成了一款新的产品 据说在第三季赚了10亿 但是他开了1万多家分店 所以根本不足以补贴亏损的部分 瑞幸之前已经投了很多钱进去 财务造假 里面的账目全都是假的 结果在那斯达克被追击 最后被逼退市 这种情况 通常会跟独裁相关联 例如有皇室的地方 100%会出现官商勾结 在这种地方就最容易产生这样的事 他们说了算 你跟他们打官司 根本打不赢 而且人家肯定会盯着你 可能你没有想过这种事 但是人家会先行一步 其实马来西亚也一样 听说马来西亚也有过类似的事 有的公司跟大陆合作 后来就自己做 因为俗话说 猛虎不及地头虫 跨国公司 只有像麦当劳和肯德基这样的 才可以成功 因为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经营 而且有领先的优势 以及有一个新进的管理模式 才可以做得这么好 中国的企业 为什么没有办法进军海外 实际上不是完全没有 但是很少 你几乎数不出 除了手机有国家补贴之外 如果你不是靠国家补贴的话 中国有很多产品都没有办法跟国际竞争 原因是管理不行 质量不行 当你质量可以的时候 管理又不行 在扩充方面也是做得太过离谱 急剧膨胀 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开很多让 但是做不长久 中国的企业 为什么没有一家可以做长久 很容易爆雷 就是这个原因 在中间发展的过程中 有很多造假 有很多涉及一本商人的事件 这样做又怎么能够长久 就像现在中国的电动车 为什么可以卖得那么好 因为有国家补贴 国家贴钱下来补贴 这样跟倾销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人家要查你 在国际游戏规则之下 中国大部分的公司无法跟别人竞争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它只能够出阴招 用走法律漏洞 或者是规避监管的方式 甚至违反法律 它才可以赚到钱 但是如果要真正计算盈利 他们每一家公司都会出问题 因为全部都是见不得光的账目 有台面账也有台底账 所以在大陆有很多人会质疑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公司做不长久 你可以做大做强 但是做不到长久 这就是他们的原因 因为你们不是以盈利为本 而是以耍阴招为本 把市值做大了之后就套现闪人 把一个捧撑大两三年 你肯投钱下去一定可以 如果两三年之后不爆雷就走人 这跟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 根本没有区别 外表看起来很漂亮 只要两年内布它就行 哪知道用了两年不到 两个月就塌了 所以中国现在的生意模式 就是一个骗局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希望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帮我们的节目 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